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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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 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 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 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 谁都没有错 立场不同而已 所谓换位思考 即使为他人考虑 也是对自己的反思 既能从不同位置看别人 也能从不同角度看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是看不见好风景的 只会让你陷入焦虑和暴躁的漩涡之中 换位思考 相互体谅 才是一个人的顶级智慧 这世间真心都是互给的 信任都是互换的 尊重都是互相的 你冷漠 世界就冷漠 你微笑 世界就微笑 懂得换位思考 才能让你跳出情绪的漩涡 获得心灵的解脱 网上有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有个回答是 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 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都听过 摸着大象鼻子的 说他像萝卜 摸着大象腿的 说他像柱子 摸着大象背部的 说他像张床 他们说的没有错 大象确实如此 他们说的又不对 大象并不止如此 说到底 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对事物的理解边也不同 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 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正如曾广祥文当中的一句话 以责人之心则己 以树己之心树人 无论亲情 友情 爱情 多点理解 多点宽容 才能走得长远 懂得换位思考 心胸自会宽阔 岁月亦可从容 看过一个小故事 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个灯笼 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 你自己都看不见 还提个灯笼干什么 瞎子说 正因为我看不见 所以才要提个灯笼 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 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不变了 真正善良的人 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也最懂得换位 这世间心与心未必互通 情与情却总是相似 助人便是助己 敬人 意识敬己 心里装着别人便能得到别人的善待 换位思考 推己及人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 谁的人生都不是永远一帆风水 谁的生活都不是一直风平浪静 遇到难处拉一把 遇到不平帮一把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善良总会得到回报 真心总能收获真情 懂得换位思考 自有人会为你而来 与你温暖 火车上有个罪汉 冲撞了乘客 女孩问妈妈 她是坏人吗 妈妈说 不 她只是不开心 这位妈妈想到了自己 也曾经遭遇过艰难困苦的时刻 也由于脾气暴躁 无意中伤害到身边的人 所以她才不会和这个罪汉计较 因为她知道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 人与人总是不同 职业不同 遭遇不同 思想不同 心与心却总是相仿 都需要陪伴 都需要关心 都需要体谅 生活里有阳光就会有阴影 有幸福就会有苦难 谁都不容易 换位思考 相互包容 使身而为人 毕生地修行 正如拿破仑 谢尔所说 懂得换位思考 能真正站在他人立场上 看待问题 考虑问题 并能切实帮助他人 解决问题 这个世界 就是你的 多一分宽容 就多一分快乐 多一分理解 就多一分美好 多一分体谅 就多一分幸福 懂得换位思考 生活便会轻松几分 人生亦会简单几分 生命是一种回生 付出真心 才能收获真情 付出关心 才能收获珍惜 人与人的相处 是心与心的连接 心与心的连接 离不开包容与体谅 懂得换位 才能相处舒服 才能走得长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